我接到一封印尼有告訴我說 問我願不願意幫他審定這本書 然後我看一看就覺得我好像應該有做這件事情 我自己是小科醫師也是肝癌科醫師 同才呢 長很久以前就覺得 台灣的民眾的疾病的交易要加強 台灣民眾對於疾病的認識其實很多是不太正確的 這會影響台灣民眾如何去保養他們的身體 如何去尋找醫生 有病的時候如何去反應 所以我們常常覺得說 我們應該加強台灣民眾的疾病教育 因為我們現在有健康教育可是沒有疾病教育 那我們也覺得說疾病教育呢 一定要從小時候就開始 後來我看到這一本書我就覺得說 這個其實是一個很好的工具 如果我們把這本書放在他們可以拿得到的地方 他們下課的時候都可以帶回家去看 那其實也是一種疾病的教育 也是一種健康的教育 那大家如果看這本書就知道 這本書其實雖然很短可是寫得非常清楚 第一個告訴你什麼叫做冠狀病毒 所以你說它會從哪個地方攻擊我們 從我們的黏膜 然後你會有什麼樣的症狀 所以一步一步告訴你 所以我從來還是接觸傳染 所以你要小心食物啊家具啊玩具啊天氣啊牛 然後呢人群人聚集是不好的 然後這個病毒會不在你身體裡面跟你告訴他 同時他也告訴你這個病毒會突變 他用一頁告訴你 我們才能不斷的變身升級越來越強 這其實就告訴小朋友說病毒是會突變的 所以這些東西雖然是你沒有告訴他什麼叫突變 可是你給他一些觀念啊 這些觀念將來對他來講 他慢慢就會了解病毒可能會產生一些變化 後來是強調洗手的重要性 這個我想小朋友應該都知道了 因為他們從長命毒開始就被教不要洗手 不過大家也知道小朋友教洗手是沒有用的 所以小朋友洗完手以後呢 馬上又去到處讓磨 開始吃東西 所以這個效果當然不是那麼好 不過這種書再多看幾遍呢 這個就是寓教於樂嘛 你第一個小朋友喜歡看圖書 然後從看圖書裡面慢慢累積一些正確的觀念 而且這種觀念呢 要慢慢累積的啦 你應該可能白本書把它交會 可是如果類似這種書呢越來越多 然後呢又很生動吸引小朋友的話呢 我想對於我的 geri 他就有紧面教育是很有感触的啦